看这裤子 这不是皮裤啊 就是佳蓉的那种弹裤 你这个靴子搞那么尖干啥呢 我问你 想踢谁呢你 戳你啊 看这个衣服 舍不得舍不得还是买了 一千六百块钱 太倍加了我发现 真真是太倍加了 我给你结婚了十一年 我都不能穿一件好衣服吗 我从来没买过这么贵的衣服 我买这个衣服以后 我还自责了好几天呢 我还感觉到 有点太那个啥子贵了 好像有点 好像想犯了错一样的那种感觉 结果我也想通了 本来就犯错了 犯错错 我给你结婚十一年了 这回买最贵的一件衣服 是不是一下给人感觉好像 我特别像那个 带白布的那个 国家来的一样的 是吧 阿拉伯吗 啊 是不是啊 感觉我特有钱那种感觉 是不是啊 这衣服多洋气啊 看 而且还特暖 特暖和你知道吗 你给你每日签我的衣服 你给我就买七十九块钱 某个衣服去打花枪了 是不是 这挺好的呀 你看 你看这毛衣里面还加融的 看 你把拉脸拉上 我看看 行吧 挺好的呀 我跟你说 你就不能管钱呀 我跟你说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钱到你那是天到晚开 天天去开地 今天一整个咋样的去对 咋都是那事 就我身上穿的这个呀 小衫 家里开着大学交给我 哎呦 你吓死我了 你看你把鱼都吓了一大跳 买了个一千六百块钱的化学服 你看把这人心疼坏了呀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到是这种结果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不想委屈自己 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买过这么贵的衣服 好多次都是喜欢了也舍不得买 谁委屈你了 人才能活多少年 是不是啊 尤其是女人青春就那么几年 你再不抓紧身穿 等老了也穿不出来样子 所以我就买了 这化学服是外面的衣服 可以穿好几年呢 大家说是吧 她的衣服呢 是我买贵了 她不穿 所以我就没给她买贵 然后呢 随便买了一个 而且她事儿也多的 我一般不给她买衣服 哎 是玩儿育女的 是吧 跟她结婚那么多年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的 加上女人的青春也就那么几年 这会儿不穿啥时候穿呢 所以我就下了下狠心 买完以后我就心里面 好像自责了好几天那种感觉 其实我也可以瞒着她 就说500块钱 或者多少钱 但是我今天就想考验一下 直接把这个实实在在的钱 数字说出来 没想到果不其然呀 这人你看 郁闷了 抑郁了都